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家庭出来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会在长大后愈发变得疏远呢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那感情什么的不就被忽视了吗 在现实面前 感情往往是经不住考验的 虽然说兄弟姐妹都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 但每个人在三十而立的时候 都会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结婚生子 哪有时间跟兄弟姐妹往来呢 更何况 在感情淡薄 金钱至上的今时今日 人们都盯着物质来做人 根本不会在乎所谓的钱财 那兄弟姐妹的感情变得淡薄 也就不可避免了 关系再好 也不要把兄弟姐妹当家人 不妨多留几个心眼 兄弟姐妹之间最大的矛盾 就跟这两个字有关 家产 关系再好的兄弟姐妹 也会因为钱财而翻脸不认人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 就是这个道理 在富贵人家 争家产的事件会频频出现 家产怎么分 听父母的安排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争来争去呢 因为人是不满足的生物 都希望自己拥有的多一点 而别人拥有的少一点 每个人都包有这样的想法 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 就会逐渐增多 到头来一拍两散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 就出现了 跟兄弟姐妹打交道 要想保持关系的和谐 最好不要在家产问题上挑刺 这刺挑出来了 矛盾就赤裸裸地 摆在人们面前 到那时候 各方都会成为仇人 对于家产 没必要争太多 把握自己所拥有的就可以了 其余的 就不要掺和其中了 老吴有两个大哥 他是老三 大哥的孩子去了技校 二哥的孩子读了大专 而老吴的孩子 在上一年考了某985大学 一听到孩子考上了985大学 老吴特别高兴 不仅发朋友圈庆祝 还跟自己的两个大哥说 自己的孩子有多好 成绩有多高 未来的前途有多光明 老大听了老三的话 也只是客套了几句就算了 老二听了老三的话 就讽刺了几句 说读书出来也会失业 唯有老吴一直觉得 分享自己的快乐是好事 后来老吴听到了很多流言蜚语 家族当中也有很多人骂他 以及咒骂他的孩子 这让老吴特别生气 我儿子考得好 你们就如此眼红吗 事实上 我们把成就分享给别人知道 别人就只会产生 见不得人好的心态 愈发变得眼红起来 人性其实很现实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好 而别人过得不好 一旦反过来 羡慕极度恨的心里就会出现 这是必然的 三 自己赚的钱做的事 别让兄弟姐妹知道 同行的陈先生 在网络上创业 赚了不少钱 已经财富自由了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 兄弟姐妹就问陈先生 去年混得好不好 工资高不高啊 陈先生听了兄弟姐妹的疑惑 只是淡淡地回应 也就过得一般 不算混得好 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 能好的哪里去呢 身边的妻子听了丈夫的回答 就在私底下问丈夫 老公 你上一年不是赚了几十上百万吗 怎么就不跟兄弟姐妹 实话实说呢 陈先生这么回应 我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 都赚不到什么钱 那我说的少一点 也是给他们面子 以及给我留余地 我可不想弄得兄弟姐妹 都仇视我 在现实生活中 仇富的情况 那是很常见的 一旦兄弟姐妹知道 你赚钱了 就会找你帮忙 甚至到处为难你 那你又何必 对他们说太多呢 既然如此 就干脆别说 自己赚了多少钱 做了什么 给人一个平平淡淡的 印象就好 四 自己家的事 别跟兄弟姐妹说 在家庭当中 有些人遇到了问题 就会到处找人诉说 希望别人能够安慰自己 所找的对象 要么是朋友 要么是兄弟姐妹 聊天 那也是有选择的 跟兄弟姐妹交谈 可以说说自己的心声 感慨一下人生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家庭中的事儿 要少说 这里谈到的家庭 不是原生家庭 而是自己结婚后 建立的小家 这个小家到底好不好 夫妻关系合不和谐 都是自己的事儿 而跟别人无关 说太多 别人不会体谅你 还有些人甚至会做出 挑拨离间的行为 那沉默事经 自我消化 才是最好的选择 守住嘴巴 别谈家务事 谨小慎微来做人 才能保持关系的和谐 不至于矛盾重重 父母走后 兄弟姐妹大多成家立业 此时 我们的重心从原生家庭 转移到了新的家庭中 你最该守护的 就是你的爱人和孩子 就算兄弟姐妹 依旧像从前那样真诚相待 但彼此已经完成了 身份上的转变 从家人变成了亲戚 再也不是对方生命里的重心 有些兄弟姐妹 一年见不到一次 还有些人 只有逢年过节时 才互相寒暄 他们对于你的帮助 寥寥无几 给你带来的快乐 也十分有限 只有爱人 能陪伴你走过下半生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否则你会含了爱人的心 也会白白浪费感情 毕竟就算你无私付出 他人也不会再把你放在首位了 看懂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转换 能够让我们认清现实 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 往后余生 能够想起来时互相温暖 在平日里偶尔扶持 这就够了 减少期待 才能少受伤害 六 别对他们的子女太好 父母走后 许多兄弟姐妹都各奔东西 再也不似从前那样亲密无间 他们的孩子更是如此 无论你对兄弟姐妹的孩子有多好 你们都只是亲戚 对方心里永远只牵挂父母 不可能把你放在第一位 有时你的好 反而会让对方困扰 毕竟他们回馈不了你 现实生活中 很多对兄弟姐妹的子女太好的人 日后都凄惨收场 与其说的是对方的问题 倒不如说 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看不懂这层关系的本质 你的孩子尚且未必能感恩回馈 更何况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还是先把主要的精力 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吧 如此 日后才不会后悔 总之 生命中所有的遇见都离不开缘分 每个人都带着缘分的使命而来 能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都有他的原因 没有无缘的相遇 亲情也是如此 是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不想结仇 就不要伤害对方 也不要自私自利 不然对双方来说 这段关系只会面临分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